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肖翠尔温和的聊起了当年分手之后的一些往事 其中啊 包括肖翠尔和小老头如何惊险的逃脱魔道追杀 重新返回了黄蜂谷 骂师兄作画及此女机缘巧合结成金丹等等等等 这让韩丽感慨了一番沧海桑田变化之快啊 但过了一会儿之后 肖翠尔犹豫了一下 还是忍不住的问道 师叔 你 你珍藏了骆云宗的长老 不会再回来了吗 说完这话 肖翠尔的脸上隐隐的现出了期盼之色 哎 现在的这个黄蜂谷啊 正处于一种极其尴尬的局面 虽然门中有一位元英中期的令狐老祖坐镇 但是后面却苦于没有其他元英修士接替 一旦受缘浩尽作画而去 这黄蜂谷肯定在六派中的地位极具下降 处境堪忧啊 故而 不仅雷万赫等人担心至极 就是肖翠尔这等后进的结单修士同样忧心重重 更何况 他和韩丽关系比那些其他的修士要强得多 所以呢 也让肖翠尔见到韩丽的时候最好能游说一下 这都是上边的意思 说不定韩丽啊 念在旧情上还会有所动心呢 因此 一番惊喜之后 肖翠尔即使知道韩丽拒绝过雷万赫等人 现在还是不得不重提此事 哈哈哈哈 回去是不可能了 洛云宗待我不薄 我不会离开的 此事不用多说了 一听肖翠尔此言 韩丽脸上笑意渐眉 摇摇头说道 可我们黄蜂谷以后 肖翠尔神色一样 脸线无奈之色 你也不用太担心 我曾经和令狐老怪做过一些交易 若黄蜂谷真的出现危机 在一定范围之内 我还会出手相助的 韩丽叹了口气 将着交易之事 含含糊糊的告知了此女 哎呀 有这样的事 那可要多谢师叔了 肖翠尔先是一呆 马上精神一震的说道 好了 咱们呀 先不说这些了 你是马师兄唯一的弟子 又如今这么多年不见 我不能不帮着一下你 哦 这是我昔日灭杀其他杰丹修士得到的一件法宝 虽然不能当作本命法宝使用 但你炼化之后对敌也另有妙用 而这瓶丹药是对你的修为精进 突破瓶颈是大有奇效 一块拿去吧 韩丽略以沉阴 从储物袋中摸出了一件碧绿纸环和一瓶丹药 递给了他 多谢师叔赏赐 肖翠尔见此急忙大礼参拜 接着欢喜地接过了这两件东西 好了 我还要去大营 见一下那些老怪物 就不再次多耽搁了 以后有缘再见吧 韩丽等此女将东西收起 就平静地说出了告辞之言 然后也不等他反应过来 就足间一点脚下飞车 顿时白光大起 韩丽和姓宋的女子的身形 在刺目的光芒中再次模糊了起来 恭送韩师叔 肖翠尔本想啊 再说什么的时候 见此情景只能急忙 一失礼就目送白光 化为了一道白芒 破空飞走 然后呢 他愣愣地待在原地 望着光点消失的方向 一动不动 而那些手下这个时候终于欲气飞了过来 哎 小前辈 那位前辈是谁啊 是原英修士吗 可是看那样子好像很年轻啊 几名修士一凑过来就好奇心大气 七嘴八舌地说道 好了 不要问那么多了 这个人的确是原英其前辈 昔日对我有过大恩 不是我等能够随便议论之人 我们继续巡视吧 肖翠尔将行神收回之后 欲容一尘 艳如冰霜地扫了他们一眼 不客气地说道 其他人听了这话 马上闭口不言 离开了肖翠尔之后 御风车的顿速 即使大减 但片刻之后 还是到了大营附近 韩丽嫌此车太阔显眼 将此宝收起 二人改用顿光前进 姓宋的女子识趣的 始终没问刚才之事 让韩丽暗自点头啊 又飞了一点距离 二人前面就出现一层 巨大的光幕 呈五色状 宁后要目 将整片营地都照在里边 韩丽还没有带着此女飞顿而下 早有另一队轮值弟子 急忙迎了上来 验证过二人的身份之后 当即开出一条通道 恭敬地放两个人 进入了光幕 一进入光幕 韩丽就和那女子分了手 此女要去禀告一声旅长老 然后去早已编排好的 某一队修士中待命 而韩丽直接去大营中心处 见到了主事的智阳上人等三大修士 他们一见韩丽如约赶来 自然满意至极 慰问了几句之后 就介绍一些大战安排情况 韩丽对此不太感兴趣 听了几句就告辞离去 然后他分到一间独立的临时食物 在里边盘膝打坐 养精蓄锐 韩丽静静地在屋子里边打坐 不知道过了多久之后 原本以为赶路消耗的一点灵力 渐渐恢复到了巅峰状态 当他睁开双目 内饰了一下体内的情况的时候 脸上露出了一丝丝微笑 轻然见觉 自从修炼到了十层以后 明显地感到这灵力恢复方面 比以前那可是大增了不少 这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吧 心里这样想着 韩丽沉淹了一下之后 伸手从怀里边摸出了一个乌黑发亮的木匣 匣盖上贴着几张清光闪闪的进制服 单手往匣盖上一扶 几张服饰脱落而下 化为几道清光 飞射入了袖口中 韩丽再用一根手指往匣上一敲 顿时盖子自行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东西 一张遍布符纹的巴掌大的符 静静地呆在匣子里边 而符的表面隐隐的 有一条血色小胶来回游动不已 韩丽伸手对着符轻轻一招 顿时此符飞射而出 一个盘旋后就倾落到了他的手上 他花费了数日的功夫 一连失败了三次 才最终炼制成功了此符 虽然不知道威力到底如何 但可以肯定 这道降灵符 比炼制之法中描述的威力来说 要降低了不少啊 毕竟三次的炼符失败 可让那只八级交魂丧失了大半的魂力 真正的效力也只有在实战中 在测试一下的 哈利用手抚摸着符表面的各色符纹 陷入了沉思之中 神色阴晴不定的变化着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在寒历盘坐屋中敬丝的时候 离天南大营数十里之遥的法师驻地 深入地下二三十丈的某间石室中 也有几名神秘的人物围着一张石桌 正在商量着什么事情 五男两女 其中一男一女身照黑袍 无法看见面容丰毫 而另外几个人中啊 却有两名是寒历认识之人 一名就是当日黄龙山之战中 催食古灯 让他吃了不小亏的月姓女子 那另一名呢 则是追杀了他几天几夜 让他元气大伤的中年如生 那位众神师 其余三名男子分别是乌黑干瘦的老者 一位身高不到四尺的矮子 以及一名相貌堂堂的锦衣大汉 月上师 灵友准备得怎么样了 要知道 上灯点人时间的多少 可关键的圣秦在这一届出现的时间长短 不容有丝毫闪失的 干瘦老者满脸皱纹 但双目清澈晶莹 坐在石桌一角 对月姓女子淡淡的问道 矿神师 尽管放心 此战关系到我一族的生死存亡 我已经将本族储存了千余年的灯油 一次都带了出来 足够支撑圣秦 打完此仗的 绿山的月姓女子花容肃然的说道 矿兄啊 你的灵树大阵组织的怎么样了 应该也没问题吧 我们法师比起天然修士来说 法器无论数量还是质量 都逊色对方不止一筹 也只有靠灵树大阵来压制对方的攻击了 老者又扭过头 问向了中年儒生 没有问题 我数百年的灵树法阵 不是白研究的 我已经将新改进的数种大阵都传给了他们 若是天然修士 还以原来灵树法阵威力来衡量此战的话 他们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这就行 矿兄 混战一开始 你就让所有的高阶法师先召唤虚灵兽攻过去 好吸引对方的攻击 尽量消耗修士的法力 哎 房总主 这还需要你那些巨兽的配合呀 枯兽老者 扭身对黑袍罩身的男子客气的说道 开战前 我会将那些巨兽交给你们的 不过 贵族答应我们的事情 不会事后反悔吧 啊 黑袍男子满口答应以后 又大有深意的多说了一句 哈哈哈哈哈哈 反悔 方兄说笑啊 钢河修士大战之后 我们木兰族会做得罪贵宗的蠢事吗 好歹你们阴罗宗那也是大尽十大魔宗之意啊 我们木兰族一旦夺得天南 只会尽量的修养生息 区区几个凡人国家交给贵宗管理 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反正这些凡人都是燕族人 他们的生死 我们不会过问分合的 这老者目光闪动了几下 冷酷的说道 那就好 这一次 要不是我们阴罗宗镇宗之宝 鬼罗番被挣到那些家伙 击毁了己干 急需大量生魂来修复 本宗绝不会掺和到你们法事和天南修士的争斗当中去 再大尽大量收集生魂 肯定会被那些正道家伙出面纠缠 我们虽然不惧他们 但宝物的修复可耽误不得呀 黑袍男子点了点头 声音很低的说道 另外 这一次大战中 死去的所有修仙者生魂 也是归本宗的 这一点 助神师没有意见吧 黑袍女子也开口说话了 她的声音很难听 和她苗条的身材大不相称 首次听到的人都会吓一大跳啊 修士的 我们自然不会过问 但是法事生魂 你们不能辨认放掉吗 你们前一段时间肆无忌惮的收集战死生魂 已经让我们三个老家伙很被动了 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 稍作补偿的 一听这话 枯受老者 神色微变说道 哎 这个可不行啊 修士和法事的阴魂 原本就没有什么区别 根本无法细分的 再说 就是有办法鉴别 明天一战 死去的法事修士 肯定是成千上万呀 你叫我们怎么去一个一个的辨认呢 三位神师打算在此世上毁约吗 黑袍男子双眼一眯 瞳孔瞬间变成了碧绿色 周身一下子冒出阴森的寒气 性中的儒生和性毕的矮子见词 心中暗恼 虽然没有什么举动 但是一个个身上的银芒微露 一个面上红光闪动 同时盯向了黑袍男子不语 锦衣大汉和月姓女子 也冷冷的盯着黑袍男子 面露不悦之色 要知道 收集战死的法事生魂知识 早就让这些人大为不满了 要不是实在离不开这些晋国的摩羞 恐怕呀 早就翻脸了 诶诶诶诶 住手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啊 房宗主可是祝某亲自请来的客人 怎么 难道你们连在下的面子也不给了吗 老者轻咳一声 面色阴沉 而另一侧的黑袍女子 也嘴唇微动的向黑袍男子传声说了一句什么 此黑袍男子闻言 眼中绿光渐渐褪去 周身寒气 也诡异的一闪即逝 不见了踪影 如生等人见此 轻吐一口气之后 也散去了身上的灵气 他们都很清楚 尽管看对方不怎么顺眼 但眼下是各取所需 可不是内讧的时机呀 这样吧 神魂 你们可以举走 但是必须在战后 偷偷摸摸的进行 绝不能让其他人看见 否则 我们真压不住下面之人哪 哭售老者犹豫了一下之后 才一咬牙的说道 好吧 这个条件 本宗可以答应的 黑袍男子 目光闪动几下之后 也退让了一步 点头答应 如生等人 虽然还是有些不太满意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贵宗为赌斗准备的方法 真的可行吗 可别弄巧成拙了 要知道 天南也有摩修的 别被对方一眼识破 一直没有说话的紧袍大汉 忽然淡淡的说了一句 摩修 他们也算是 只不过懂一些粗浅的修炼功夫罢了 要么就是自作聪明的将魔功法爵 改得面目全非 怎能知道真正上古魔功的劣黑啊 黑袍男子冷笑一声 不屑一顾的说道 是吗 可是贵宗的一位长老 似乎就被一位同届的天南修士 瞬间灭杀了 我看房宗主还是不要小事的好啊 那姓毕的矮子 嘴角一撇 略带讥讽的说道 黑袍男子目光一寒 冷哼了一声 哎 竟然没有反驳什么 但那黑袍女子却趁此机会开口了 妾身 其实正想说此事呢 那名会放金湖的修士 对我们阴罗宗有些用处 我们希望三位神师将其交予我们处理 不知道几位神师意下如何呀 交给你们 枯受老者文言 缠音了起来 哟 怎么了 就这么一点小条件 三位都不肯答应吗 黑袍 女子仿佛有些不满了 声音越来越难听 看来呀 这法式内部的团结 也不稳固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458回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